念佛感应录,七,村超度往生,四,王妇往生萨一载念佛成连生净土。 编者,净土宗编辑部。 我的法名是佛定,33岁,现居台湾新北市新殿区,因同修的因缘而接触净土宗念佛会,目前学习净土法门近半年。 因为这样的因缘,我才慢慢了解念佛的意理与重要。 念佛现王妇。 虽然接触了净土法门,但仍感觉单念一句难无阿弥陀佛既无聊又无趣,就像嚼住嚼不烂的菜根、乏味、经由同修不断的提醒及连友的带领,这句名号才得以慢慢放在心上。 不过,还是很难定心坐下,好好静心念佛。 为了突破这种念不到积聚佛号的窘境,今年夏天,2015年7月25日下午3点,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地坐下来念佛半小时,真是惭愧。 或许是阿弥陀佛听见了我的心声,让我心神惦惦地念了25分钟,剩下的5分钟心想应该也会一样,于是闭起了眼继续念佛。 此时,眼前突然出现一些影像,一行人坐在长木椅上等待住,排在前面第一位的人站起来离开了,接住看到第二位是穿着黑色凉鞋,灰色棉麻短裤,白色棉Polo衫上面有彩色条纹。 质料看起来很舒服,是为男性,庞芬舒淇的黑发,白皙有弹性的皮肤,很年轻也很斯文,坐在椅子上继续等待住。 画面像远镜头一样往后拉,让我看了这个人的全貌后,我便念完佛号起身了。 对这个人,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,我审思了好一阵子,才猛然想起。 他就是我已过世三十一年的父亲啊。 因父亲去世的早,小时候我对父亲并没有什么印象,依稀只记得父亲在就像不理的样子,但眼前所现的父亲却比照片里的更年轻。 弥陀指引的去处七月二十九日下午,像吃了定心丸一样,我持续在家念佛半小时,忽见眼前一片白亮,光线柔和,像有微风吹拂似的,一旁大树的叶子随风摇曳,闪闪发光。 自细一看叶子是银色的,再看,别的树竟是金色的叶子在飞舞住。 正觉得不可思议时,来了一头大象漫步在路间,等拖走近,才发现是一头耀眼的银色大象。 念完佛号便起身休息,想了一想,这场景好像哪里陷过? 哦!原来是无量寿经提到的,又齐国土,七宝珠树,周满世界,金树,银树,琉璃树这使我不由地激动了起来,这是西方极乐世界呀。 是经文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世界呀。 是世尊指引我们该回家的地方呀。 视线往生西方。 7月31日下午,我依旧在家念半小时的佛号,这次见到父亲盘腿端坐在一朵大莲花上,面容慈祥,无比自在, 又见两只孔雀交叉飞翔在父亲身边围绕住,所到之处像洒住金粉一样熠熠生灰,身后的金色黄药又炫亮,我对祝父亲和诗说,难无阿弥陀佛,心里无比的欣慰。 历经三十一年,父亲总算解脱,回到极乐家园了。 六字鸿鸣,真实不虚,不可思议呀。 佛定居士2015年11月15日 剑有病人,不可思议,不可思议、不可思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